现在来看看科技的议题 AI现在所有的股票都涨翻天 但AI是人类的未来听起来是如此 但是可能产生的风险如何 苹果差点因为AI挂掉 所以他要力争图强 用他自己生产不出来 或研发不出来AI的系统 所以AI助理现在要让Siri直接应答 个人化靠的是什么呢 他要Apple的Intelligence正式进军 用的是OpenAI 直接去用GDP的系统 导入到手机里面 未来iPhone15 Pro以上的晶片 就可以用Siri直接应答 跟AI所有系统去做图 做系统 做深层式的处理 都直接导入了在这个手机里头 所以也不是他自己研发 他就是跟TRAP GPT合作 结果这个系统就要这样做 马斯克跳出来讲话了 他说警告苹果不够聪明 开发自己的AI 却可以确保人家的OpenAI 可以保护大家隐私 他认为是不可能的 他说以后呢 旗下的公司将会全面禁止iPhone 如果这样做的话 甚至访客要在门口检查 他们苹果装置 放在所谓的法拉第龙 我意思就是说 要危险的 这个大家的警司都可能被侵害 所有资料都全部的上传到AI去 无法控制 那屏蔽的电磁场 什么资料被泄露这个事情 立刻也让包括这些系统 虽然宣布新消息 还是股价重创 收盘重叠 这个是过去没有看过 新发布的新功能 居然重叠 表示苹果这个 生成AI的合作模式 是有点疑虑的 那AI对台湾来讲 红仁勋离开了 他从来的时候 3.2兆升价 走的时候3.3兆升价 他升价很高没有错 但台湾真的撑得起 AI的吃电怪兽吗 因为他的确是 用电量非常大 我们必须要准备好 所以经营部长郭志惠说 要先盖太阳能电厂 争取超微NVIDIA 晚上燃气电厂 做基载电力 这是意外引起了 包括陈廷飞郭国文 在台南这里的选区的 提前一个战争 怎么说 因为包括了 森霸二期电厂 九威南科电厂 这两个都是燃气电厂 进驻 被怀疑是不是 绿营内部有卡关派系 外界解读是 2026台南市长出选的 内战的前哨战 你看看 他说你好大 我好怕 还开了记者会去骂 互相有一些攻防 当时郭文还邀请 当时市长的曾文生去考察 他说这个管线 都没有问题可以沿用 那也乐于用回馈金 重点在于回馈金 来协助地方 传出这个二期场就要过了 结果一周之后被翻盘了 重点在于新的民调出来了 现在林俊县 赖清德紫地宾 支持度18.3 陈廷飞的支持度41.6 甚至王定宇16.8 所以代表有可能 陈廷飞比较有机会吗 光是这个电力说真的 燃气场 就是让大家用废发电 台南乡亲为了要争取AI 值得吗 邓哥 苹果这个AI一发表之后 反而股价重挫 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可是马斯克担心的其实是事实 也就是苹果 因为你自己去 重新发展一个AI系统 实际上成本太高 而且你必须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去做这些分析 也未必能够做得好 所以跟OpenAI结合 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可是相对来讲 等于苹果所有的资讯 全部都被OpenAI所使用 也就是像我也使用苹果手机 等于未来使用苹果手机 所有的人 你们的所有的数据 都被OpenAI所掌握 你所有的事情他都会知道 基本上就是这样 只是看他 如果好心一点 他就会屏蔽一些资料 不会把它去识别化 拿来应用 如果不好心的话 可能就跟万英春一样 就帮你分析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就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他会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马斯克 是早就想要对苹果下手 他只是借这个理由 说以后你用苹果手机 全部给你放法拉地龙 实际上你既然用Android手机 他一样有别的AI系统 一样会窃取资料 你应该要把所有的手机 都放法拉地龙才对 当然他们这几个高科技龙头 彼此之间都在互别苗头 可是台湾是一个AI的生产重镇 因为我们是全世界晶片 最重要的生产产地之一 可是问题来了 台湾的电匮乏是越来越严重 你政府现在想要用六年九千亿 去发展绿能来补 这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绿能明明就不是全天候的 机载电力 你要发展绿能 这不是很怪吗 我们以后每年可能 我们自己目前设备 是大概每年3%左右的电力成长 可是如果你把AI引进之后 我们未来这些厂越开越多之后 你每年可能会成长5到6% 你绝对追不上 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更不要讲说 现在还有政治斗争在里头 甚至说郭国文跟陈廷飞 两个互别苗头 他们两个别苗头别很久 那郭国文其实是为了 挡住陈廷飞的路 那主要就是为了要拱林俊宪 可是问题是 林俊宪的民调就是起不来 这是目前最大危机 因为说真的 林俊宪在地方的经营 远远不如陈廷飞 讲实在话 陈廷飞在地方很厉害 甚至讲比较那个一点 林俊宪在地方经营 搞不好还不如王定宇 可是问题是 中间有一个最大变数是 现在党主席叫赖清德 可是赖清德是支持林俊宪 所以未来的初选结果 真的会是陈廷飞出现吗 我认为这中间还有很多变数 他们两个还有的斗 其实看得出来为了AI 政府真的努力想要升电 不想一天到晚停电跳电 桃园这里也是一样的例子 因为这件事也非常离谱 SRF是什么 其实就是气电共生的电厂 过去是被行政院在选举期间 直接说我们本来有推荐函 又是专案 这个形容是好收 专案特许的三家厂商 已经撤掉了这个推荐函 现在又复活了 因为他们选输了 所以三家SRF厂过去 其实在国际间SRF厂 是可以所谓气电公司 符合环保标准的 但这几家完全是 六倍到十倍的污染物 因为它其实就是烧垃圾 它烧垃圾产生了很多的污染 不符合这个园区的标准 而且数倍六倍十倍 这个所有的标准 完全不符合 可是经济部现在强推 还是要地方政府硬吃 必须要让这三家厂商进去 地方的民众已经讲说 他们要去抗议了 他不允许脏东西进入自己的家园 这三家厂商 一家美商的背景 一家新潮流的背景 台湾立方 都知道为什么了 背景有多硬 这三家SRF厂可以你选输了 背景有屁面 就要你桃园的人的肺来发电 他说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我是环境保护研力者 并把关不是筷子手 所以桃园的民众 观音的民众就让他重污染 一直烧垃圾 大量烧垃圾 让他们来应应 我们国家AI的电力需求 这件事情坦白说 这就是政府的能源的政策 整个崩溃 所以我的电不够之后 我就要在每个地方去搞一个 这个重小型的 把垃圾变一个固态 一个固态的垃圾 变成一个燃料去发电 所以你这些有干净的能源不用 绿能 核能这些不用 然后用这些让大家有疑虑 不但让台中中部地区用废发电 现在桃园也要开始用废发电了吗 重点是要过去说 对 而且过去say no 不可以的 而且say no 而且我们要帮郑文财 说去公道化 郑文财当初对这个案子是有疑虑的 所以他当时也一直给 经济布压力 可是他当时也通过了 就是破压力 因为郑文财没办法 民进党的议员 民进党的成员 上面说OK 他自己成为父母官 他一定知道地方 对事情的反感 郑文财是多么敏锐的人 所以你看去年途选举 就是反对SRF的三个厂 在那边观音来设厂 就要当选 本来观音那边是很绿很绿 小英的铁票区1200票输掉 国民党那时候08年全盛的时候 观音也还没有拿到 OK 所以那是很绿的区域 而且最要命的是 这三家电厂还在同一个里 大家想想看 你做那个里里面 有三个电厂 你每天20小时这样搞 你觉得自己对自己身体健康 有没有疑虑 有 像在P2 大家对环境污染空气污染 这么敏感的时候 三个电厂都在我家旁边 我请问你如果是 你会不会起来抗议 当然会 当然会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 中央就反复的就打脸自己 不过王美花不去年的事情 现在又把他翻覆 我真的替这个郭清辉 郭智辉 这个新的心理部长 我就替他捏把冷汗 你的核能被打脸 现在的SRF的也被打脸 你这个部长还能做多久 上台就开始背锅 但问题是更背锅的是 一般的民众 桃源的费 大家民众的费 要用来为了AI的扩厂来做准备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还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 拜托